NBA没有太多交易消息,反而是身处中国的林书豪成为球迷的焦点。 在林书豪再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,千口承认,如果中国蓝鞋邀请他,他会考虑加盟中国蓝蓝,意识激起千层浪。 毕竟林书豪目前仍处巅崩,如果他真的能加盟中国蓝蓝,势必会让中国队提升一个等级。 果然,消息一经功夫,就引发球迷的讨论,大家都在畅谈林书豪加盟中国蓝蓝后的场面。 但是从专业角度出发,这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,哪怕林书豪真的愿意,这件事也不可能达成0%的几率,想都不用去想。 这件事本质上和韦德自己说考虑来CBA打球一样,都是场面话,可叹话。 此前,有很多NBA球星在中国行驶,都会被问到将来是否考虑会来CBA打球,一般球星都会说没有考虑。 而韦德不是一般球星,他是顶级球星,而且是和中国品牌签约的球星,他自然不可能说没有考虑过,以他的职业素养,也不会这么说。 所以书考虑加盟CBA仅仅是应付中国媒体和球迷,仅此而已,同样林书豪也是这个道理。 记者已经问了,如果来写邀请,你回家忙中国南来吗?林书豪敢说自己不考虑吗?所有人都知道姚明是中国来写主席,你要说拒绝,不是有看不起姚主席的意思吗? 再者,林书豪本身就是华裔球员,所以说出这种话并不让人奇怪,但球迷听听就行了,因为很明星,中国蓝鞋不可能邀请林书豪加盟,第一,林书豪加盟中国南蓝,是要放弃美国国籍,紧这一项就堵死了进入中国南蓝的路,体育界你能找到多少人,主动放弃美国国籍,我不认为林书豪能看历史先河。 第二,中国南蓝从未规划过球员,过去不会,未来也不会,第三,姚明不可能去邀请林书豪,这不是变相说,自己此前的诸多新措施都是无用功吗?那还要姚明做什么?我们沉涅规划美国球员不就行了,这种自大脸的事情姚明不会去做,所以,求您热闹一下就得了,这种事千万别叫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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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